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应该说是正式录制的第一个vlog 因为其实我前面其实录过很多的不同的视频,他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某一个方向的分享 我是或者录制某一方向课程,如果说我们很正式的说去录vlog这个事情,那我觉得那么这个视频应该是我的第一个vlog 那我现在呢手里上有一个iPad Air,那么它呢也是我的一个提字器 当然我觉得我在录我的vlog的时候,当然也会出现说ok我会忘词,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就拿一个提字器,对吧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想说的事情,我觉得我告诉大家可能更好,即使可能是一个提字器来拿到的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的第一个很正式的vlog 你好,我是白换成 那么第一个vlog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是谁,我在做什么 以及在我的整个vlog系列当中,我会去拍一些什么 我呢,是一个独立开发者,或者说叫phelancer,自由职业的一个软件工程师 呃,如大家所想的,对吧,我通过 给一些企业或者是个人去写一些软件项目,来去获取收益 来去赚钱,来去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那么因为我自己呢,有一些相对的包括软件开发,产品设计和运营的能力 所以呢,我借过这些综合能力,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还算不错,对吧 那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的兴趣爱好其实是偏向很广泛的 我会研究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会研究软件工程,对吧 我怎么去写代码,这个是我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也会研究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 我会研究做饭,我会研究拍照,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就是说拿相机拍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爱好 那我都会去研究他们,并且呢,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当然过去呢,我可能都是通过文字的方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到了现在,我可能想换一个方式,来去把我所学到的东西 或者说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去把它记录下来 用视频的方式,用声音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把它给展现出来 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我所感受的东西 去了解到我所喜欢的东西 那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给到你一些帮助 在我的这个整个的Vlog系列当中呢 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自己去拍摄Vlog的经验 当然我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其实都是千篇一律,对吧 不断的重复 但生活中总是有那么一些很美好的很小的点 可能这些点呢,也不长 就是几分钟的内容 但它足以去感动我们自己 然后呢,感动更多的人 所以我希望将这些东西 拍摄出来给大家 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去 你当解到说,OK 诶,这个人的生活 好像和我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挺有意思 我可能想去看一看 好了,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期Vlog 我们下一期再见